砲兵进行炮操训练 总统赖清德以三军统帅身份 试导训练成果 虽然受大雨影响 缩减演练规模 但国军操演 毫不含糊 发防部 总统赖清德 不止到花莲陆军混兵营 也到部署雄风飞弹的 海军海风大队 以及主要装备为F-16战机的 空军第五战术连队 端午节前 总统还准备肉粽 来和国军弟兄提早过节 再过不久就是端午节 今天我们特别准备了肉粽 来慰到大家 保家卫国没有假期 正因为国军弟兄姐妹坚守岗位 国人才能够安心过节 我们一起继续努力 让国家更安全 过去这段时间 因应中国军演 大家都辛苦了 谢谢你们 虽然是例行续免行程 但就在中国围台军演后 视察负责守护东部空防海防的重要部队 总统也特别穿上F-16V飞行甲克 我们联队的飞行员 也仔细地向我说明 对共居扰台的因应作为 以及战机的装备性能 大家都在24小时轮班待命 执行空中巡逻任务 尤其在装联队长的带领下 各位弟兄姐妹都以坚定的决心 卓越的战绩 发扬空中战力 守护我们的领空 赖总统上任第九天 二度前往部队视察 虽然出发前因为花莲大雨天后不佳 机场关闭 媒体团一度下机等候 总统的空军一号也短暂延误10分钟起飞 还好最后行程照原定计划完成 民事经文 蔡芭廖文璞 花莲报导